你们两个要这样,好吗? 好,来,今天我们有谁在这边一起吃东西呢? 有富财? 我们要吃火锅 来,妈咪,说嗨! 哇,还没有吃这桩巴菇了? 这样快那里可以 然后我们有一个朋友不入面 我们就不拍他了 赌神是这样子的 大家好,蓝天白鱼属格子的Suki 这一次想带大家一起去冰城吃重庆火锅 在冰城吃重庆火锅 我会推荐去乔林火锅 为什么呢? 最近在冰城来说 做火锅这一块最正宗的 应该是我们这一家开始的 为什么你会想要在冰城开第二家分店呢? 这饮食业很竞争耶,在冰城 没有,我是觉得吧 因为我们 目前来说呢 发林呢,离我们 所谓的市中心那一块呢 也是有一定的距离 然后发林这一块呢 居住人群那个方面非常不错 蛮多的 那有时候 你看他们过去走一圈呢 也是会晒一圈啊,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块呢? 那么我就觉得 上来吧 上来开一家 最起码他们 不需要走得太远 不用塞车 第一解决他们的一些烦恼嘛 嗯 如果是想发展 想继续发展的话 必须要走一个非常正规化 一个系统化管理 各方面 然后我们的中央厨房 已经 就是说完全成立了 哦,成立了 中央厨房 这个月的24号 早上我们的 7点钟准时开工 哇,恭喜 谢谢 因为接下来呢 你们最起码可以吃到 我们所有的原材料来自中国 但是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呢 不是成品 嗯 不是成品 我们只是好像辣椒干啊 辣椒啊 各方面的 不是说你们已经做好的 所谓的什么火锅底料啊 什么的 他们全部都不要 嗯 我们接下来呢 是由我们自己乔林呢 真正制作的 每一道程序制作出来的 嗯 那么最起码 嗯,我们可以放新的时候 一个 无添加 嗯,无色素 嗯,无费用 嗯 任何的化学物性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 最值得骄傲的 因为我走的完全就是一个 健康火锅 绿色火锅 嗯 真的 真的是 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听到你这样子讲的就是 就是对我们的一个饮食业来讲 这个是一个很呜呜的消息 嗯 你知道目前来说火锅在火锅 糖业当中呢 我们乔林可以说是很少油的 嗯 那我现在再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吧 哦,又有好消息 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油分上面 嗯,我们会减少三分之二的油 油分减少三分之二 这样会引起 然后我们的味道会比以前更鲜美 嗯 所以说为什么 会花钱 花那么多钱去投资研发部 对 为什么会成立自己的中央筹法 嗯 然后我们是绝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嗯 其实大家吃很多东西 有防腐剂很正常对不对 对 但是我是绝对没有 嗯 真的是很很开心听到这样的消息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也要吃啊 嗯 嗯 你真正的是把家乡的美食呢 在异地发扬光大了 对 因为我觉得说 呃 因为很多人对我们中国的 美食的是 让人却不如 嗯 我希望我在这边呢 可以改变一些 其实我很想告诉你 我是很感谢是认识你 因为呢 是让你 你让我认识的这些中国美食呢 呃 我才大胆的去中国旅游的时候 做了很多的大胆的尝试 因为以前呢 我对很多中国美食呢 有时是真的是 看了也不敢吃 好像我之前呢 我去了武汉的时候 吃了那个 啊 什么鸭子 那个 街头吃 那个辣 那个鸭子 鸭脖子 鸭脖子 哎呀 不得了啊 辣嘛 我也辣 我也觉得很辣 可是真的很爱很爱 生不了它的吸引啊 对 我真的很爱 如果没有接触过你们 就是没有通过你们来认识中国的美食呢 我真的不敢尝试 可是过后我就是一直害羞 谁说你看 你老公都没有让你又爱又恨 他就是让你又爱又恨 对 谢谢大家支持蓝天板与鸭脖子的视频 下期见